邯郸的三个初中生把同学活活打死,埋尸灭迹 最令人发指的是死者居然是被这三个同学拿铁铲砍死的 而且被砍得面目全非 在惨案发生之后,学校说是意外 还有两个凶手的家人跑掉了 但是呢,这个被打死的孩子在出事之前已经被霸凌很久了 那现在大家都在声讨凶手 普遍认为说虽然凶手是未成年人 但是犯下了这么大的滔天大罪 就应该付上生命的代价 未成年人保护法不应该变成了未成年人渣保护法 这其惨案有一个重要的细节 受害者小王跟三个凶手都是留守儿童 又是留守儿童啊 这已经是霸凌性侵虐待的重灾区了 去年重庆农村八岁的留守女孩被一个老汉 拿糖果诱骗奸淫 还有2012年有个纪录片叫三姐妹 讲的就是云南山区三个留守儿童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呢,有个小女孩叫小英 摘满了一筐的松果 瘦弱的双肩都被压遍行了 一步步艰难的在挪动着 结果呢,被一个小女孩拦住了她的去路 小英只能忍气吞声 哪怕人家比她小,哪怕人家骂她 她也不敢反抗 她只能流着泪走向另外一条路 只因为人家有妈妈 而她是孤身一人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超过了6100万人 相当于英国人口的总和 其中的57.2%是父母有一方在外面打工 还有42.8% 也就是2600多万的孩子 是父母都在外面打工 留守儿童里面 79%是由爷爷奶奶抚养的 13%被托付给了亲戚朋友 还有7%为不确定 或者根本就没有人监护 像这起案件中的受害者小王 父母离异 都在外面打工 她是跟爷爷奶奶生活的 案发前她曾经跟爸爸联系过 说不想去学校了 但是呢 不在孩子身边的父亲 还以为是孩子厌学了 还给他做了思想工作 这个时候的小王有多无助啊 如果告诉爷爷奶奶的话 他们老了可能也帮不上忙 告诉爸爸妈妈 他们用原水解不了尽渴 告诉老师 恐怕也是无济于事 所以呢 他习惯了忍让 在三个比他身材都要挨小的恶魔面前 任人宰割 没有一点反抗的勇气 那为什么同样是留守儿童 那三个凶手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有着超出年龄的凶残呢 或许有很大的原因就是 不少的老人带孩子 其实就是手机带孩子 留守儿童大多数都存在着手机沉迷 对于色情暴力毫无防火墙 而由于亲情的缺失 留守儿童中有心理问题的孩子 超过40% 在我们国家 三线以下的城市 以及农村人口有10亿多 由于就业机会不足 人口还在不断的流出 所以这个留守儿童的问题 估计短期不会得到改善 其实 针对这个问题 上海是有个很好的经验的 像青浦区 就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口 有很多年都是外地人 多于本地人的倒挂状态 08年 青浦区开启了一个纳明模式 以前呢 农民工子女 只能就读于私立打工子弟学校 要交学费书本费 不是免费教育 在纳明模式之后呢 在明白学校读书的学生 享有与公立学校学生 同等的免费义务教育 纳明学校的经费怎么来呢 教育部门来拨款 本来嘛 其实父母都是在给城市发展 做贡献的 那孩子自然也应该平等地 享受义务教育嘛 在这个纳明模式 实施了三年之后 上海总共有41万农民工子女 接受了免费义务教育 占到上海农民工子女 总数的97.30% 可以说是普惠了 但遗憾的是 10年后到2018年 这个纳明模式被叫停了 打工人的孩子 要么凭着居住证和社保 把孩子送进普通的公立学校 要么就得花钱上私立学校 其实2023年 五国幼儿园的救度人数 比2022年下降了534万 城市里面有越来越多的幼儿园 和小学恐怕招不到生了 那这些腾出来的空间 是不是可以给到打工人家庭呢 就像当初的上海 把一部分的学校资源 变成财政支持的打工子女学校 让这些孩子能够生活在父母的身边 当然了 父母也有很多是不靠谱的 就像这起案件中凶手的家庭 所以呢学校教育也很重要 有关生命和法治的教育 是越早越好 再说远一点 其实像一些大城市里面 即便是很多白领的孩子 也会因为没有户口 读不了高中考不了大学 但实际上 大家都是给经济发展做了贡献的 所以说什么时候 才能够给到打工人解决户籍 让他们的孩子 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呢 国家级的力量正式的入场了 昨天A股不是很惨吗 但是呢收盘之后中央汇金公司发了一条公告 引爆了网络 这条公告原文是 中央汇金公司今日买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并将在未来继续增持 虽然这句话加上标点都不到40个字 但一字千金啊 反正至少今天目前为止 A股很给面子 虽然说这句话也没有说具体买了什么 也没说买了多少 但是意义很重大 这意味着国家级的力量正式入场了 汇金公司什么来头呢 它全称是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是国家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它根据国务院的授权 对国有的重点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是包括四大行在内的20家金融机构的重要股东 设立它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实现国有金融资产的保值增值 那有人肯定会问了 前不久汇金不是刚买了四大行吗 A股还不是照跌不误吗 那这回买ETF难道效果就不一样了吗 我仔细看了一下还真的很不一样 之前汇金买四大行是那几家被买了的银行自己发公告的 因为汇金是他们的控股股东嘛 大股东加仓 由上市公司公告 没有任何问题 而这次买ETF是汇金公司自己公告的 这面的差别在哪里呢 汇金买四大行这些个股因为信息披露的要求 所以会说的比较的详细 比如说买的金额数量等等 相当于把底牌直接就亮给市场看了 好处呢是很透明 但坏处是太透明了 一举一动都被盯着 很容易被整个市场当了对手盘 如果你买少了 大家还会说 怎么就买这么点 有啥用啊 吼谁呢 之前买四大行的时候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嘛 因为当时金额只有几个亿 对于市场的信心提振很有限 所以呢 当时最多就只能叫国家对小事牛刀 还不能算正式入场 但这回买ETF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ETF是一揽子股票的组合 信批要求没有那么高 甚至昨天其实慧晶他不披露都没有事 但是可能是为了提振市场信心吧 所以他主动披露了 那么到底怎样的利好是最有力度的呢 反正我感觉就是那种朦胧的状态 反正利好是真枪实弹在那里的 但我具体不告诉你有多少枪 有多少的弹药 让你摸不着我的身钱 而且他买的是具体的ETF 由于ETF覆盖的是一揽子的股票 像护身300成分股什么的 那他也不涉及到什么道德风险 也不存在着这家公司买多了 那家公司买少了 或者是老鼠仓什么的 当然了 慧晶这种级别的玩家 出手的金额不会太少 所以盘面上肯定会留下痕迹 昨天大家就根据各个ETF的成交变动 估摸了一下慧晶的买入规模 应该在50到100亿之间 大约是60个亿 反正这个力度比之前买四大行 是高了好几倍的 而且他也说了 说未来还会继续买 那对于空头来说 不知道水有多深呢 反而可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之前大家都在热议凭准基金什么的 甚至有外媒的小作为说 咱们的高层已经在酝酿了 但其实在我看来 有没有凭准基金不重要 因为在咱们A股 其实中央汇晶事实上 已经承担了凭准基金的角色了 2015年杠杆踩踏的时候 也是汇晶公司跟正新公司 一块力挽狂澜 而正式推出凭准基金 无非就是多一块牌子的事儿嘛 那在目前这种市场 信心比较脆弱的时候 咱们绝对是欢迎国家 对加大入场就势的力度的 像旁边的日本 央行早就直接入市买买买了 否则光靠市场自身的力量 日本股市可能到现在 都未必走出熊市的阴影 那信心这个玩意儿 只让你能嗅出足够的肌肉 让人家相信你的拳头 能够击碎任何的空头就行了 至于这个拳头叫汇晶啊 还是叫凭准基金啊 那不重要 最后汇晶正式出手后 市场会止跌回升吗 咱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汇晶的利润表 在过去呢 它一年有5400亿左右的净利润 为我们的财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这个时候你会不会突然觉得 汇晶此时的出手 是不是更像是来抄底的呀 贾约庭说高河汽车是行业的耻辱 咋回事呢 刚刚过完年 造车新势力高河就宣布停工停产半年 这个消息在汽车圈里炸开了锅 然后呢 贾约庭就很罕见的 在某位资本人士的朋友圈下面发了一条评论 说行业的耻辱 其实呢 贾约庭跟高河汽车的创始人丁磊的仇恨 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了 丁磊呢 是汽车圈的老将老 曾经担任上汽通用汽车总经理 上汽集团副总裁 2014年 时任浦东新区副区长的丁磊 还负责引进了特斯拉到上海投资设厂 2015年 丁磊与贾约庭合作乐视汽车 担任乐视超级汽车联合创始人 但是在2017年 丁磊选择离开乐视 还从乐视汽车挖走了一批人 有人说 丁磊在跟乐视汽车分道扬镳之后 得到了当初FF91的全套设计数据 因此呢 高和推出的第一款车的外观 非常接近贾约庭的FF91 也难怪贾约庭看到高和落南之后 会这么沉不住气了 那么也算是含着金汤石出生的高和 怎么突然就濒临倒闭了呢 总结来看可能有三点原因 首先第一呢 就是定价太贵了 但是产品又跟不上品牌定位 高和是定位在非常小众的豪华纯电市场 它售价最贵的一款车 价格在57到80万元之间 跟宝马X5 奔驰GLE都平起平坐了 本身呢 品牌受众群体就很小 因为根据相关的行业数据啊 2023年整个豪华车 国内的份额不到15% 这里面呢 很多人买高和都是为了 作为家里的第二辆车买着玩玩的 而另一方面呢 它的产品力又不足以撬动高端市场的需求 因为越是高端的品牌 用户对于品牌的粘性就会越强 那像高和这样的全新品牌 光卷那些传统的硬件 什么底盘车门内饰车灯什么的 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得在电动车的核心竞争力 智能驾驶上面下功夫 但是高和的智能驾驶技术又偏保守 比如说 在城市NOA的开发进展上 落后于小鹏和问界等等的品牌 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 高和的外部融资明显不足 跟其他那些新势力不同的是 高和从17年成立至今 并没有在一级市场上有过大格的融资 仅仅是在2021年底的时候 获得过交通银行一笔50亿元的受信 去年好不容易跟中东 签署了一份56亿美元的投资 但是从他目前的困境来看 这笔投资大概率是黄了 那么仅仅凭借着不到 一万辆的销售规模 想要在当前这个融资环境下 寻找资金 那肯定是难上加难的 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 营销也有一定的问题 有高和员工说 三年前再跟客户说高和是什么 到了现在还要跟客户解释 说高和是什么 市场的IP根本就没有上来过 而高和汽车也并不是第一家 倒下的新能源车品牌 根据不完全统计 整个2023年 信用到停摆的新能源车 起多达四到五家 其中不乏有曾经站上过 高光舞台的威马汽车 爱池汽车等等 就连贾跃亭 虽然说他现在还在扛着 但日子也不好过呀 最近还因为拖欠了66万元的房租 被美国的房东给起诉了 为梦想窒息了9年 贾跃亭一共交付了10台车 其中有一台还是他自己的 再看看FF的股价 已经跌到了0.086美元了 为了防止股价过低被退市 贾跃亭采取了合股策略 把多股合并成一股来提高股价 可是股价还是没有办法止跌 又跌到了1美元以下了 所以其实贾布斯在炮轰高和的同时 他自己造车的故事 也不知道还能说多久 而另一面 即便是行业内混得好的 那些新能源车企们 价格战也快要卷上天了 刚开年比亚迪七下两款车型 新车配置不减 起售价却被打到了7.98万元 2024年以来 已经有特斯拉 林跑 申兰 上汽通用武林等等 多个平台官宣了降价 所以说呢 现在居然雷军成了车圈里面 最让网友们操心的人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小米汽车还能不能赶上烫了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呀 这倒数第一跟倒数第二 本来相安无事 大家一样拉垮 可是呢 居然现在倒数第二 开始偷偷的奋发图强了 人家都不屑于跟倒数第一玩了 这说的是谁呢 港股跟A股 最近A股连跌五天呢 哪怕国家对进场大力抄底 都留不住3000点的身影 但港股却走出了独立行情 甚至有的板块里面的股票是动不动大涨百分之几十 这是发生什么了呢 比如说昨天 港股美的置业突然暴涨百分之七十 今天还上涨了接近百分之四 原因是他大股东美的集团 决定要把房地产业务给剥离出去 之后这块业务呢 就由私人公司全权持有 那股东怎么办呢 给了现金选择权 简单来说呢 就是你可以选择继续持有私人公司的股份 分享房地产开发业务的红利 也可以选择拿钱走人 而大股东开出的收购价是五块九港元 但你要知道哈 这股票前一天的收盘价只有三点七五港元 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 这个大股东真的是很够意思了呀 他给了投资者充分的选择权 你可以走也可以留 就算你想走没关系 大股东给的价格非常有诚意 溢价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三三呢 而这种事情在港股绝对不是个案 今天呢 刘燃雄旗下的华人之夜 也是突然飙涨了接近百分之四十 收盘涨了百分之二十八 创了半年多来的新高 原因是刘燃雄之前也承诺过 要把公司私有化退市 正好呢 上周有一笔疑似刘燃雄持有的股份 发生了一些变动 那市场就猜 很可能是刘而百要开干了呀 所以股价就大涨 此外呢 复兴旗下的医药股 富红汉林富牌 也大涨了接近百分之二十 原因也是私有化 给出的价格比之前的股价高了百分之三十 我们知道港股这一年确实是跌得很惨 甚至还被人叫做是粪坑 但其实呢 里面有很多公司的经营业绩还是可以的 每年也是有利润的 并且还会给你分红 只是因为它整个市场流动性不行 导致股价萎靡不振 只有账面竞产的几分之一 甚至有的公司的市值都不如账面上的现金多 那理论上来说 这样的公司你继续留在市场上也没有意思 反正也没有办法融资 那作为上市公司 每年还要额外付出什么审计信息披露 还有这个监管的成本 索性还不如退市呢 但是具体在操作上 肯定会一些小股东会反对 因为有的人是买在高位上的 你要是继续留在市场中 至少还能有回本的希望 一旦私有化退市 那游戏不就结束了吗 可能我账面亏损 就会变成真实的割肉了 所以呢港股的私有化 通常就会以溢价的方式 适当的补偿小股东 今年以来呢 港股已经发生了多起这种私有化的案例 像年初的时候 李宁也抱出过有私有化的想法 还有像中级车辆中国中药等等 都发了公告说有类似的操作 邦爱一公告之后 股价都迎来了大涨 而这些公司的共同的特点就是 公司经营其实还可以 兜里面也有现金 而股价又跌到残不忍睹 所以呢干脆选择私有化算了 而相比之下 咱们A股主动私有化的案例 就非常的罕见了 就算有动机往外也不纯 给的价格诚意也不够 比如说像精美仿机 它是因为牵涉到了爆雷的中止息 那作为央企为了怕惹到一身的骚 才决定私有化的 但是抛出的私有化的价格 只比它的股价高出了4% 就这都已经算是厚道的了 有的公司呢明明账上有现金 却慷慨的让大股东给占用了 然后自己被ST在面值退市 这么一表连私有化的成本都给省了 说实话 你说这大A真的配得上 这么善良的股民们吗 谢谢大家